回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位长达70年期间 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 历经了二次大战以及新旧世纪的时代更迭 女王都坚毅地带领王室赋予全新的意义 深受英国民众的肯定 而对于王室成员曾经惹出的风风雨雨 包括了查尔斯王族的婚姻风波 以及孙子哈利王子脱离王室 女王也一再以温馨的谈话回忆迷奸的嘲讽 成为大多数英国人心灵安定的寄托 1953年27岁的伊丽莎白二世登基成为英国女王 而当时的加冕仪式 女王要求首度公开转播 宣告伊丽莎白女王的开放时代来临 她也早就宣誓要奉献一生给英国 我认为你们全都 我的全世界 不管长或短 女王登基前1947年跟希腊王室的远房表哥 菲利普亲王结婚 两人携手一起跨越了新旧世纪 50年来女王也一直身负外交重任 经常出国访问 把大英国协家族再团结起来 女王登基70年期间 任命了15位英国首相 也见过美国历任15位总统 她记得这很精彩 她记得美国的军队 非常展现幽默笑容 但王室也非无风无浪 四名子女有三人婚姻破裂 1997年戴安娜王妃车祸身亡 女王起初的冷处理引发不满 后来女王向戴安娜致敬 才平息民怨 进入21世纪 英国王室走出逆境 长孙威廉王子2011年完婚 隔年庆祝女王登基60周年 民调显示英国王室 声望重登高峰 随后曾孙跟曾孙女相继出身 哈利王子也完婚生子 虽然哈利王子一家 后来脱离王室赴美定居 惹出许多风波 女王仍欣喜而孙 夫婿菲利普亲王 2021年4月以高龄99岁辞世 让女王伤痛不已 健康大受影响 当时女王告别最挚爱的夫婿 场面令人不舍 如今女王也不幸离世 与夫婿天上重逢 也算是伊丽莎白女王 多彩丰富的人生 画下完美的句点 杨振平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